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良好的成效 根据行事变化 中国政府自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及时采取了扩大内需 加强宏观调控 降低银行存本准备均率 下调存贷款的利率 减轻企业负税 等一系列措施 中国政府采取了临国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 维护了经济稳定 金融稳定和市场稳定 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平稳 较快的发展的势头 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 这场经济危机发生以后 国际社会立即行动起来 在不同层面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我们希望这些措施 我们希望这些措施尽快取得一期的效果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 中国一直也将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 我们相信只有坚定信心 通力合作才能克服困难 为维护世界国际金融稳定 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此世界金融动荡之际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中国驻多仁多总领事馆 十分关心广大侨胞的生活 是已发展 我们真诚的希望 侨胞们能够紧密团结 为精诚合作 发扬勤劳顽强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 共克时间 继续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为促进中国与加拿大 在经济 贸易 科技 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发挥更大的积极的作用 最后 国际一桌本次论坛期的圆满成功 谢谢 全球化论坛的创始人 并且兼任国际组织 商业机构等十七家的高级顾问 那么孙主席2005年的11月 曾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 世界文化多样性奖 1988年至2007年 孙主席会见了50位国王李王总统 前总理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法国总统希拉克 美国总统布什 前总统布什 老布什 非洲联盟 欧洲联盟主席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并以论坛主席身份 邀请各国近300个部长大使 参加的全球化论坛 该论坛对推动世界和平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可 那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